这是一片旁扬着绿色的大地 这是一方承载着历史的热土 这是一座散发着魅力的城市 这里是广水 广水市位于厄裕梁省交界处 大别山和铜柏山交汇处 南北气候在这里缠绕 中原文化与京楚文化在这里拼装 历史上南北朝在这里化解而知 上古时期 炎黄二帝在这里下棋对异 广水 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 造就了它丰沛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禀赋 威威中华山脉 纵横千里 蜿蜒浩荡 敷开了秀美应山 湿化广水的 富春山居土 国家森林公园 中华山千丰敬秀 临韬万青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白冠肠尾鸟 世代窝居于子 拥有中华第一清潭园的三潭景区 风景如画 中灵玉秀 前文皇帝亲笔御词 松高俊极四个字 成就南少林之美誉 厄北名中徐家河 是湖北省第三大水库 碧波万青 水天一色 一百零八岛自然天成 一个数大的繁体寿字 与大诗人李白 创作静叶寺之寿山 江湘呼应 这里汇聚天地之灵起 吸收日月之精华 有南国之秀丽 更兼北国之壮美 气势辉弘的武圣观 雄聚与子 为天下九官之一 平静官 黄土官 将军寨 龙爬寨 等三官九十九寨 万官 地势险要 寨寨 一手难攻 雄官险寨 见证了千百年来 将军白发生 良人 霸远征 广水 人文汇翠 先贤备出 唐代诗人李白 曾在此写下千古名诗 静叶寺 欧阳修的老师 年顺宾处事 交出了一门武进事 明代大清官 千秋忠烈宫杨莲 生在广水 长眠在广水 忠贞的光芒 永恒地照耀在广水大地 咸丰皇帝 亲自将东皇殿 改名孝子殿 大孝子孙朵 鸽肉救母的故事 在广水 家喻户响 每一位仙贤 都是一座风碑 而这一座座风碑 铸救了广水人 咬定青山 久久围攻的 无二精神 红梅花开 忠心赤带 红色基因 早已融入广水人的血脉 厄狱晚中央局救治 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救治 何子树救区 五十多处革命遗迹 凝成一段段红色经典 阐释着广水人的荣光与骄傲 这里是巨资建立了 迷彩飞客军事小镇 这里举办了 上河组织国际军事比赛 这里一连续五届 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千百年来 抚越铿锵之声 清脆嘹亮的 军号之声 一直响彻在 广水上空 狗肺身像中 鸡鸣 桑树巅 广水的美丽乡村 足以让每一位游客 体会儿时的乡愁 东部的全国旅游民村 桃园村 十里长西 百年十屋 千年世树 万亩茶园 万如桃团圆明笔下的 世外桃园 中部的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观音村 被靠中华第一山 诞生中华第一连 出了金雕有白灌 胭脂红桃天下仙 西部的泉水村 水光炼宴 源于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的美盘 美盘贤财如喝水 安居幸福 阴思远 南部寿山脚下的 新河村 是大事人李白 与许夫人 共度命运的 风水宝地 每一座村庄都是一抹乡愁 梨花院落荣荣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 诗词之乡 书法之乡 迎连文化城市 每一个称号 都是广水 古老厚重的文化名片 迷族珍贵 迷族自豪 优美动听的楚剧 演绎着光水的芳华岁月 远远流长的亮花谷 演绎着光水人的浪漫柔情 明以石为天 石以味为仙 楚楚瞻王 是天下美食的雇主 创造了汤汁浓郁的硬山滑肉 唇齿流香的调味鸡精 吃出力量的拐子饭 吃出浪漫的巧克力蒜 这一饭一书里 深藏着舌尖上的光水 中华险峻 三潭秀美 这里是广水 礼白泼墨 阳帘移风 这里是广水 千里古道 万丈西风 这里是广水 红色传承 红色传承 不忘初心 这里是广水 终成担当 追求卓越 这里是广水 这里是广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